新城地產界 繼續回來這部份是專家開咪 這部份回來討論內地房產市場的情況 請問這位嘉賓 就是中國房地產業投資合伙創辦人 拉國強KK Hello KK 你好 Hello KK 你好 還有壹姐 我們的嘉賓主持 先跟KK談談 知道你經常穿梭中港兩地 怎樣看逆後復償的情況 因為近來大家都說 很多人北上消費 兩地經濟走向氣氛好像有點不同 你自己經常在內地 覺得氣氛怎樣 其實這個國慶中秋假 其實我見到香港都很飽 很多人都來香港消費 但香港人這段時間 很喜歡去國內吃東西 體驗生活 特別有些年紀 如果偏大一點 還有興趣 我看到這個是趨勢 數字都侵了五百萬人錢 大半個香港都重複去 可能有些人去幾次 不是 增加了 其實以前就是年輕人才去 年輕人才去 因為活動力高 但自從現在很多的車 專車通關 那些車可以去 那些你就說 上了年紀那些 原來覺得很新穎 就無緣無故多了這班人 所以你會見到 量好像是倍升了 就是多了這批 我這兩個人去辦那個 港車北上 我見到旁邊那個申請者 如果沒有六十五歲都接近七十歲 他都和太太一起試一下 怎樣安裝APP 怎樣上去 我覺得是有少少苗頭 大家想體驗一下 通關後第一年的大灣區的生活 消費 是的 消費是很吸引的 是的 但你自己游走大灣區 你看大灣區現在的經濟狀況是怎樣 其實這樣看 表面上我們看了很多人來消費 但你看回有時 就是晚上六點 就是一到週五 晚上六點到九點 本身那些人出來吃東西 玩其實比以往少了很多 國內也是 是的 其實是的 大家的消費謹慎了 最主要我覺得是 一來樓市比較上平淡 另外再加上其實大家對前景 經濟的前景消費信心 都有些影響 但他們說整體來說 都是信心不足的這個問題 會有的 所以其實要有些經濟 有些政策 前一段時間 國內都流行是 鼓勵夜灘消費 其實見到有一些人 會想辦法去刺激 叫大家出來消費 都是吃東西 做活動 那都好像 如果我們在香港 那種感覺就是沒有那麼強 所以反而真的 你問KK 其實有些就說 只是有香港人去的地方 那個商場 你會覺得很旺 那些什麼天啊地啊城啊那些 那些 但是他說離開了一些 香港人到的地方 譬如舉一下 除了灣區 去上北的那些城市那些商場 其實情況是怎樣 其實在 近灣區 近口岸 都是香港人的商場 是很火爆的 是 因為有少許網紅的感覺 你不去我去啦 是的 那大家都逼到那些時候 去就很多人 但是相對於 同樣的商場 在不同的 譬如灣區的地方 其實都比以往是差了的 其實都是跟經濟有關 跟消費有關 那我們說回房產方面 市場一直都憂慮著 內房的問題 政策都不斷有鬆綁的 早前 內地四個的一線城市 都先後落實了 首次置業 認房不認太 這些政策 政策出台之後 就說人流方面多了 你自己觀察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也挺八卦的 經常去看一樓 我見到他很多 振興經濟 就是知道他八卦 才邀請他 我發覺人流多了 看樓人流 是的 看樓人流多了 特別是有些 新盤大盤 一推推成千套 當然很多人 無論中介多 代理公司多 也有很多客人來看 但大家關注是什麼 大家關注究竟多不多來看 人是看進去 有沒有人來看 看別人看的 可能更多 我都說看他看不看 他看我看不看 大家看 剛才Grace說的 信心不夠 去看看 如果多人有信心 就增強一點 特別是因為 國慶前 中秋那幾個星期 其實政策出來了 其實應該大家都 期望國慶價是一個 黃定又黃財 其實我看回 國慶價錢已經黃了些 有沒有金九銀十情況出現呢 相對來說 大家有一個預期的失落 所以想好 應該會很好的 預期得太好 但是未到那個目標 但我覺得是正在配合 上去 慢慢來 因為始終之前 打擊得比較嚴重 大家對話 喂 房產不可以炒的 可以投資的 可以自己住的 每個人都有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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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都沒有能力去再看 但你限制我 不讓我買 現在大城市最大的機會 就是取消了限購 我們去計算價 你有沒有放票 其實沒有 不如來看看 這樣嗎 要想辦法 大家都是被一個政策綁住了 其實有政策的情況之下 樓市一定會好很多 是 那我想說 剛才都說了 那我昨天問了什麼 那個叫做 認房不認貸 那行內人當然會知道 但是外人聽 尤其是我們香港 預備想去買樓那些市民 究竟什麼叫做認房不認貸 即如果你有 以往很嚴謹的情況之下 你買過樓 你還了那些樓 其實你還是要借過 因為你真的買過樓 如果新的政策之下 你有貸款的紀錄 其實你還了 就當你是沒有了一層樓 變成很多人 其實首期的款 可以比較少 因為它不屬於第三套 第四套 可能屬於第一、第二套 所以變成換樓的人 或者想首期少些的人 其實會感覺這個政策有幫助 但還是說回一個問題 那你叫我買 究竟現在的樓價便宜便宜 是否很便宜 其實說各個這個內房 你看一下調查就知道 因為最近有投行調查了 就說八成的中國家庭 都不願意買樓 這個其實都正正地反映信心不夠 是啊 即是說究竟現在便宜不便宜 有些發展商 其實比原 Turbo 肯定價便宜了 是啊 又說他們認錢不認貨 因為他是有現樓 保證交樓 他要收一些錢 例如6月、9月、10月是那個報表的時間 他真的想拜快一些 所以現在其實已經打折扣了 問題是你便宜不便宜夠到大家心目中的預期 如果大家都覺得還是貴 那我買了都可能要供20年、10年 那大家的心態現在的信心就是 因為這份工都可能不穩妥 那消費不起 失業率高 那還要消費最貴的 幾百萬、一千萬 如果一個女房子都不便宜的 同屋同都是幾百萬、一千萬 是 我就想說 譬如我們香港這樣說 指標應該跌了15% 即是2022去到now 那今年雖然大一點 那譬如國內說那些客人便宜了很多 那實質上有沒有大便宜了多少個percent 有沒有兩成了嗎 其實有些發展商開盤都便宜了一成、兩成的 那不斷拿一站便宜了就買一些了 不過它越買越便宜 那現在有些客人就先停一停 那些客人都會想 發展商這一回合又便宜一點 下一回合會不會再便宜一點呢 我又再等等先呢 看一些報告 很多人都會看報告 有些人說 有四成多人估計是還有政策的 是的 一定這樣期望的 反正現在 你為什麼國內的情況 香港不知道有沒有借犯人來 每個人都拿一些錢去 還回之前那些剩餘的二十萬、五十萬 銀行就不肯 你要還錢嗎?你排隊 慢慢排隊 還錢都排隊 還錢都排隊 所以現在還錢人多 借錢人少 因為銀行不想你還 因為主要是錢放在那裏 你又不買樓的你沒東西做 買股票都是 輸多贏少 波動的 以往其實就說內地方面 房產方面都有個剛性需求 雖然現在說信心不夠 但是仍然都 真的那個剛性需求 是不是都仍然存在著 對市場方面的情況又是怎樣反應呢 其實剛性需求 真的是個人賣樓的目的 目的其實每個人都 以往就是很多人喜歡 趁著一個好日子結婚 或者是生多見 或者是為父母來住 住得好一點 改善 或者是搬去這個城市生活 但是前幾個因素 最近有少少被打擊 最近的人不敢生小孩 出心率就低 另外本身 譬如他們現在對自己的經濟不好 其實大家改善的房間 慾望都小一點 其實大家都不缺房間的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就是 買樓的需求就是 買家想買一件好一點的貨 或者是跟自己的貨不一樣的 如果以往買樓是批量開的 又是跟我的差不多 不過戶型大小小小小 他找不到買樓的理由 所以如果有好一點的房型 其實買家才會有興趣 如果不是大家都有樓的話 又不是投資一定會賺的 所以我最近有跟一些投資人談 他說穩陣一點的投資 我怎麼穩陣 要保本的 回報低一點也可以 不可以有風險 低一點就是多少呢 一里兩里 都要四五里 我也想要這些 怎麼賺呢 但是以往我們買樓就最穩陣的 現在他首先不是說買樓 因為買樓最近出現第一樓 國內有爆雷的事件 那真的可能建樓可能是加不到負的 是啊 樓花應該受影響了 第二最近的樓價會有波動呢 他覺得樓價不一定只升不降 只升不降的 所以信心受到影響了 買樓現在很多客人是猶疑的 那你說賣樓猶疑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也想政府會不會再推地呢 即沒有人接地呢 其實這段時間是有地成交的 只不過那個約度就來自 因為很多民企還在救自己 接貨啊 蓋樓那些全國企多了 那我要問一下地價了 地價有沒有回落到 香港這邊大家都知道 今年這個地價都不似預期 尤其是買地收入 要不就流標 要不出來的價錢 亦都真是比市場預期都順悉了 內地其實有沒有面對這些情況 內地一線城市的好位置呢 國企接的都是這樣拿的 價錢都是好的 例如說中海 你的好是買 發展商買是好還是賣地 發展商買這段地的價錢 都不是說很悲觀的 都是進取去拿的 那爭來爭去 都是那幾個 頭牌的那幾個國企 都是那幾間 因為地價都百幾二百億 你的保證金都成五十億 那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放在這裏去必定的 是 華潤也好 招商也好 或者是保理也好 那些都有錢的 那大家爭誰適合做 就是爭所以令到 我就是爭生賴 好像我們香港那些地 不會有人要啊 位置差的他都不會要 但位置好的 例如豪宅區的 不會不要的 可能最後那幾塊 那價錢呢 其實一定是穩定的 OK 那有信心的 他有信心 不過最近又加了一些指標 就說你拿這塊地 不過你要自持多少蘋果 那就是你的錢又要自持 又要紮在那裏 紮在那裏 又要看你怎樣去 即加了一些條款在那裏 即是資金鎖死得很重要的 其實要有實力的發展商 才可以拿到靚地 靚地送給你都未必要 休息回來再跟KK講一講 一線城市方面 未緊供應的情況是怎樣 特別剛才我們都講到地 地價方面的走勢是怎樣 特別我們又想看大灣區方面 發展趨勢如何 休息回來再講 繼續回來這部份 就是專家開麥克風 這部份回來 繼續有這位嘉賓跟我們聊聊天 就是中國房地產業的投資合夥創辦人 賴國強 KK KK也可以說是內地方面的專家 經常會在內地方面穿梭中港兩地 剛才我們提到內地的地價方面 其實一些一線城市仍然都有價 但樓價方面的情況是怎樣 你看一二手的樓價走勢又是怎樣 其實現在一二手的樓價 隨著麵粉的價錢 其實相對沒有那麼便宜 沒有以往那麼貴 大家都控制了成本 因為國企都要有利潤的 所以它就不敢搶價 差不多價錢 因為本身每塊地都限了 未來的售價大概的區間 還有限價嗎 不是開放了那個限價嗎 個別城市開放了 譬如我剛才說深圳或者上海 如果一塊地拍出來 其實它的目標價 其實有個指標價定在這裡 其實它的利潤都鎖死了 所以大家要去鬥自己的成本控制 或者自己的營運能力 所以其實是很欺負現在發展商 所以現在的成交量 各大城市其實都有回落度 回落度證明到 其實現在的市場成交比較困難了一些 所以如果要在大城市的 一手要那麼蓬勃 相對有政策支持 二手要出貨 其實都要便宜 都要便宜 變了現在二手的成交量 就比較 以往是有個回落都比較多 相對高峰 是的 我們有些數據 我們那時候 但是你現在都知道 好像一線城市的生意額 應該這樣說 是倍升了 整個系列我們就升了六成 那是剛剛的九月 那都是因為有政策的出現 那其實你覺得是 我沒細分是一手還是二手 一手來的 我都知道的 是的 你一定知道的 主要是一手的 比如看回如果是市場 比如可以老公吧 就是中原那樣 其實它的大城市二手的生幅是很少的 OK 主要是因為有些新樓 確實是我們有了做 那便會賣得好 哦 那其實現在買家買樓 好像有一點香港那樣 當發展商推發出來的時候 一搶又只有這麼多的買家 集中是一手的 其實都是同一堂水裏面的消費 那它賣了一新樓 搶在哪邊呢 它賣了一新樓 但是新樓相對於市場上 如果作為一個營運的代理公司 佣金會高一點 現在新樓的佣金 如果是做得積極的話 佣金會高於二手的 我想最主要是成交快捷一些 成交其實 沒有那麼複雜 相對來說 現在的政策比發展商的靈活度會高 發展商最近都有些城市 特別是現在廣州 廣州應該是國慶假期 北上廣州表現最好的 它比較積極去推一些折扣盤 還有很多的政策 因為廣州也能吃到的水 政策方面鬆綁 鬆綁多一點 所以廣州的價錢就沒有什麼上了 或者是有些折扬 但是量就比較大 如果量大 反過來 那二手又是少了 就是搶了那些客人 那些客人都去一手看 那二手就少了 如果你這樣說 其實好像香港那樣 能力買家其實很少 那一手搶到二手不出 但是一手方面 一些大城市方面 接下來新供應的情況又是怎樣的 其實大盤 我們看回 如果近住香港 比較關注的大灣區 那些盤推出來 其實都挺大規模的 上千套以上 但是銷售量當然就沒有預期那麼好 那其實我覺得大城市 接下來都是市場的焦點來的 因為始終它有人口的流入 有一個生的機會 投資的機會相對好一點 反而又吸納了很多資金 去大城市為主 那那些二線城市 我叫二城市都不小的 那些城市 但是因為它本身都有一些人才政策 都是想吸引人去那裡做事 有沒有一些例子去舉例給大陸 比如好像武漢 南京那些城市 西安那些城市 其實都是挺積極的 那些二線城市都很大 很大只是比不上港深 小的樓價比較便宜 但是它也叫它保持人口的流入 免得它有一定的銷售量 但是相對這些城市以外的城市 其實就明顯是每方愈下 那其實這個就比較擔憂 就是整個市場 因為不是只看大城市的 那可能很多的資金就 積壓了在三四線城市 包括有些發展商 最近的發展商有些危險的發展商 其實因為去大城市的比例少 三四線城市比例是多 那它的預期的回收的資金是比較慢 所以它有機會違約了 是的 其實都會你預期的 現在有些違約 還有一些它都還沒有蓋的 那實情應該會不會有很多地盤開始停工 還未到爛尾了 因為它都還沒有蓋樓 那只不過是拿了一個地盤放在那裡 有沒有限制它們一定要蓋 如果不是就要沒收回有沒有這些情緒 其實如果是有一個公開渠道拿的 一定會有時間的 但是很多以往的就是有什麼 舊改啊 協商啊 那它有一個時間 最近上面很多這些 因為我們最近都面對一些投資的機會 很多的信託啊 很多的資產管理公司 是拿了這些資產版回來的 需要有新的資源去幫它盤活 是的 那它們本身上一手那個發展商 權益已經是鎖死了 OK 就已經不是去做事了 變成了一個新的金主控制了 然後說怎麼賣樓啊 那些錢哪裡組合回來的 那如果好的地盤就有人會接手的 是的 即是你見過良母 我都擔心了 譬如你說這樣說 你的情況都不好的 你盤了回來了 就好像你是投資合夥人那樣 你說拿了一個地盤回來 那你夠不夠膽去進去 好了 起到之後 是不是有買家找得到 是不是有個市場呢 如果是買家來說 我們現在看到 有一些 有一些位置 它有相對供應是多小單位的 如果你有大單位 其實可能有一個區域的差異的供應 你可能會大單位跑得快 那其實現在都是一個 即從投資來說 都是有一定的風險 剛才我說 為什麼這類的項目有人會投呢 就是因為 它本身是願意做高風險高匯報的 本身的資金益它們是存在著 以往是做發展商 現在都不用做發展商了 用這麼低的成本拿到地 因為發展商還要拍價 那會很貴的 現在就是說 因為你爛了 你壞了 我的權益 我用這個方法用槓桿去拿到很低的成本 拿回來 那它就會博一博 但是整個遊戲 關於開發的遊戲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成交量已經萎縮了 沒有要我這麼高 其實風險是相對高的 但是我另外也看到 近來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都說一些超大特大的城市 正積極地穩步推進城中村的改造 其實在目前這個市況下做這件事 其實會令到剛需 一些比較叫做初入行 初上車的選擇多了很多 其實市場供應會猛增 因為本身那些村原先就慢慢來 我鼓勵你去改造 我給錢我給資源你 供應大增 所以變成了其實有兩極化 一個剛才說 有錢有勢 好地的可能國企拿了 一些比較大面積 但又是一些需求大 政府有鼓勵去改造的 就做了一些小單位的剛需 其實就夾住了 其實有些民企就沒有了 所以民企的前景 其實我這麼說 大家看到好像大家都不看好 其實因為很多的市場變化 市場變化都很重要 就是買家又變 政府又變 政策又變 政策又變 有些夾縫的民企 它自己的財政又變 很多東西變來變去 就多元的變化 那就有點害怕 所以現在大家不會看 是啊 有些害怕 你看你這樣說 傳統做地產都不會看 那就是沒有水晶頭了 沒有水晶頭了 那是怎樣預測全年的流價情況呢 你要預測一下 不懂預測了 基本上今年通了關 大家可能說疫情過去了 大家有預期 反而就會有很大的落差 是啊 香港也會落差 為什麼不好的 沒有期望就沒有失望 現在不是好了嗎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的 要改變是買家改變了 如果你買家 大家還是口袋有錢 大家經濟好 其實市場一定可以賣上去 其實真的很多人輸了錢的 你不見身價 比如股票跌了三成 樓又跌了三成 整體跌了就四成 這樣說 你不見了很多錢 你自己看前景呢 我自己看 就不可以全部都看負面 做人要有信心 其實我覺得香港也好 或者現在整體 租金可以提高一點 因為其實最近很多人 是轉了做租的 租我們租到沒有盤了 是啊 其實租盤是很重要 因為始終以往 我們就是那個叫買樓升好 買樓升好 都不理你那層樓有沒有人住的 所以根本不知道租價 其實很多時候是隨便租 誰租都好 實際上現在你關注租金 關注空置率 如果那個小區 或者那個騙區 是真的有人租的 其實租金支撐了 最後的樓價反而是由它開始的 所以我的人很重要 實體經濟究竟有沒有人容 商場有沒有人租 寫書有沒有人租 如果全部都是炒出來 其實經濟是很大的泡沫 所以我說香港 為什麼香港會首先跑出來 香港的租金 我明顯聽到 最近都聽很多朋友說 這裏貴那裏貴 為什麼貴呢 多人來了 那些人願意給多些 因為它有目的 例如來上學 有實際的需求 實際的需求 令到那個地區是有支撐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我們要關注 反而我們真的要關注多些 不要對人來說 買樓要穩陣 因為買樓 但是買完樓 原來你可以租出去的 那個租金OK的 那個租金支撐回去 可以買多幾層的 這個買多幾層 一起就要看一下 10月25日香港方面的施政報告 有沒有 哪些政策可以撤或減納 今天我們先跟賴國強談到這裡 謝謝大家 看看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